同学们这里是六年级华文单元吧 民间艺术的贵宝 那我们来看课文一就是最早的电影 那就是皮影戏 首先我们来学标点符号 今天要学的标点符号叫做省略号 省略号怎么运用呢 它会在表示举例说明的时候 我们就会标上省略号 事不宜迟我们来看例子一 想着想着我的心里好像有一颗种子在生根发芽 二奶奶一下对园艺很感兴趣 因此她的花园里种了兰花 千牛花 玫瑰花 对举例说明了这三个 所以我们标上省略号 就是还有更多的没有说完的意思 好同学们懂得如何标上省略号了吗 好那接下去 那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知道课文有提到许多民间艺术 那民间艺术有包括当然就是除了皮影戏之外 就是剪纸啊 书法啊 24节令鼓都是一些民间艺术的 那由于时光变迁 那这些民间艺术就慢慢越来越少人懂了 那我们要如何保存这些民间艺术呢 我们可以设立民间艺术保护机构 为民间艺术创作者提供良好的条件 并且鼓励年轻人学习 怎么鼓励年轻人学习呢 我们可以开办训练班 或者训练营等等 接下去 我们可以宣传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将民间的艺术普及化 不要让人家以为是很高攀不到的 所以不但可以普及化 可以让人们发掘他们的独特美和价值 接下去 我们可以制作更多的精良的艺术品 那就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同时人们就会保存 或者好好的保护这些民间艺术了 那我们要知道 保护民间艺术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每一个人都有必要贡献一份力量 好同学们 你们可以用这些资料来写出一篇作文吗 好 那这里就是六年级华文单元吧 民间艺术的贵宝教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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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